兵器发展全世界都一样 一定要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阶段 这个阶段叫石器时期 当时的兵器呢更多的是石头的或者是木制的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铜器时期就出现了 这时候的兵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青铜时代 进入铁器时代 人类的这种竞争这种互相之间的撕打就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铠甲盛行 到了火器时代 火器时代战争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可惜呀 中国人没有抓住火器时代的这种发展 我们至少啊 我们能有文字记载的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中 兵器都是以利为主 以利兵器为主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十八班兵器当中 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利兵器 刀枪剑戟辅跃勾叉 躺硕棍棒边剪锤爪拐子流星 十八班兵器 这里利兵器占了主要的部分 那么剩下的是盾兵器和利盾兼修的兵器 还有一些软兵器 比如流星锤 我们兵器中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兵器呢 是发射的兵器 比如弓箭弩 这些我们有机会单讲 兵器以我们出土食物而论 最早出现我们说的是手执兵器 那应该是箭 西周时期就应该有了 到了东周就非常的盛行 春秋时期非常普遍 我们能看到的今天的食物 比如岳王勾箭箭 早在1965年 50年前就在湖北省荆州市 就储墓中就出土了 当时的这野烂技术非常的成熟 那么这个铜呢 包括了锡和铅 它互相之间的这个配比 这箭有多长呢 大约有这么多长 这么长55公分 这是带饼的 大约有这么宽 不到5公分 饼长就是一个手握 8点几公分 重量有多少呢 它的精确重量是875克 不足今天的一公斤 不足我们的四斤两斤 那么在它的近间隔处 就是手握住箭 在这个位置上 有两行拔个字 叫岳王勾箭 自作用箭 自己做的 自己用的 岳王勾箭箭后来又出土了几把 有的流散到国外去 或者是流散到香港去 那我们的箭 跟西方的箭有什么不同呢 西方箭盛行啊 是软箭 它最初也有硬箭 但是它很盛行软箭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人喜欢什么 决斗 决斗都是软箭 箭有颤抖的 所以又发展成体育 我们今天看它的花箭重箭啊 体育的这种 格斗都是由于它的箭是软箭而产生的 我们有没有软箭呢 也有软箭 比如龙泉 龙泉箭 我在三十年前去龙泉的时候 还买过一把 箭在兵器中呢 相对比较短 由于青铜箭的物理特性所限制 它比较容易折 它比较兴脆嘛 所以它要求它箭面相对比较宽 你看我们的月王勾间箭 只有这么长就有这么宽了 那么它为了使它更加 结实啊 不易折断呢 它中间起挤 起挤 使中间变得非常厚 两面有刃 刀与箭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就是箭是双刃 双刃 刀呢是单刃 所以箭就决定了它的方向 它虽然有砍杀功能 但是早期的青铜箭 轻易不做砍杀 所以有我们的鱼长箭 箭身小巧能藏在鱼腑之中 我们讲过这个故事 它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 五把青铜箭之一 再由大家熟知的故事 荆轲刺秦郎 图穷匕首线 嬴政当时一看荆轲 打开了这个图 拿出了匕首 向他冲过来的时候 嬴政还去抽自己身上的箭 由于箭太长 一时没抽出来 所以他箭长了以后 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箭在中国中呢 有极强极强的文化色彩 我们对箭都充满了好感 听听上方宝箭 铸箭为离 十年磨一箭 箭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一种英气 比如我们成语中 箭胆勤心 说的是什么呢 你既有峡谷又有柔情 刚柔并济 仔细想 在箭和刀之间 什么时候开始过渡 两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 野铁业的发达 当铁出现的时候 它有了极强的韧性 它比铜器要韧性强很多 所以刀开始出现 第二是因为骑马打仗 在马上箭不如刀 因为箭只有一个动作 单一动作就是刺 在马上高速行径当中 刺非常不容易刺的准确 所以刀就形成了砍砂 砍砂是指一个面 一个弧面 所以刀的使用 就比箭开始增多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箭在看来以后 逐渐逐渐就形成了 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相声 代表一种身份 一种高贵的身份 刀就变成一种实用的兵器 世界有三打鸣刀 三打这是四打 三打鸣刀 第一呢 赞马士革刀 它是用骨子钢制造的 它上面的花纹 就是漂亮异常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 这个大马士革刀的时候 你对它那个花纹呢 一定是感到惊奇 这种花纹是在铸造当中啊 反复的锻造形成的 大马士革的刀呢 钢非常好 刀刃非常锋利 这种锋利呢 只有你使用它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 那个刀啊 非常的轻快切东西 再有是什么呢 马来刀 马来刀呢 是以弯刀为主 它这个钢面呢 相对来说它比较粗糙 它反复萃火以后呢 要折叠回来锤打 反复锤打 据说一道攻系 要做五百次以上 所以它的钢呢 就有夹层 这个刀就变得 也是非常的锋利 有极强的韧性 再有就是日本刀 由于中 它是由中国的糖刀 逐渐演化过去 它由于工艺精良 在一千多年以来 一直追求它这种刀的工艺精良 它又提倡武士精神 所以日本刀就越做越精良 明朝抗窝的时候 明军的这种质量不太好的 这种手刀呢 跟日本的这种日本刀没法去抗衡 所以一直到气急光 我们已经讲过 当气急光能够缴获日本刀 看到人家的刀以后 才知道我们的兵器 那时候已经被落下了很大的一块 这一讲讲 顿兵器 顿兵器 它是另外一个思路 它首先不注重外形 立兵器 一定要有杀器 而顿兵器 一定不让你看见这杀器 拿着刀剑能吓唬对方吗 但内行人 一定选用顿兵器 顿兵器 是以力伤人 不是以刃伤人 以力伤人 造成内伤 我们讲过锤 这个锤很厉害 任何人 正常的一个人 紧不住一锤 只一锤 不论打在你身上哪个地方 打脑袋上咱就不用想了 打胳膊上 胳膊舌 打腿上腿舌 打脚面上 绞碎 你没有战斗力 而刀剑呢 有的人杀的 这个肠子都出来了 依然有战斗力 它有一股气顶着 但造成内伤以后 这气就泄了 那么锤出现 远比刀剑晚 它为什么晚呢 是因为最初的人类 对这种顿兵器 没有认知 锤为什么出现呢 我们猜想啊 是因为马战 我们老知道 看电影电视剧 骑马打仗 马战 由马车 到骑马打仗 这走过了一个 漫长的过程 我们讲过 当骑马可以打仗的时候 力兵器有时候不起作用 力兵器 对动物的杀伤 是有限度的 比如你一刀 砍不住人 砍在马身上 马虽然很疼 但是不减战斗力 顿兵器击打的力度 超出我们一般人的评估 卫书上 我们史记卫书上 有这样一个记载 叫人马逼战 刀不如棒 它说得很清楚 逼是指很近 逼近了嘛 人马在打仗的时候 这刀还不如棒子呢 一个棍棒打下去以后 这个力度非常大 看看骑国的车马坑 这马的头骨上 全有一个塌陷 几十匹马 整齐躺在那 我们如果用刀 来使这个马毙命的话 非常的困难 你一刀没法让它毙命 除非你扎住它的中枢神经 要不然你就刺中它的心脏 而且正中心脏 否则的话 你一刀下去 它马弄不动它 所以拿锤 一锤打在脑门上 这马通通一下就放平 我们对锤的印象啊 大部分人来自于 连换话啊 就是小时候书 来自于京剧的拔大锤 我小时候对锤的印象 都是人脑子这么大吗 拔大锤京剧上啊 这些这个经济远员拿着打锤 还这么来回扔 还有那么一段啊 打的时候呢 如果你使单锤 你在马上你就更没有力量 一边是失重的不平衡 所以一定是双锤 这个锤啊 我们因为现在有明清时期的锤 我这个抡过啊 四十几岁的抡的时候 都抡不了几下 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那么这个锤呢 就这么大啊 这么大 如果放大到脑袋这么大 我们测算一下啊 现在可以计算 假如我们这个锤的直径啊 就是二十五六公分 人脑子这么大 重量有多大呢 大约啊 八十公斤 一百六十斤 就跟我体重差不多 你想我这体重 我在自个拎着啊 你想想 这锤抡起来 首先是你抡不起来 如果你抡起来 你还就停不下来 你就被这锤拽着就走了 随末唐初啊 随将王世聪拥兵啊 东都称帝啊 就是那时候天下谁都可以出来先称个帝 国号为正啊 并命其职王仁泽为大将军 在白骨庄呢 设重兵呢 建城池 阻挡秦王啊 这秦王就是李世民 唐武德三年 公元是620年啊 这时候唐朝按照我们的年表已经是第三年了 高祖李渊啊 高祖有四个儿子 长子是李建成 次子就是李世民啊 李世民是二子 他统帅主路军马的前去征讨王世聪 李世民一开始啊 失利啊 初战告败 我们一般都说初战告劫 他是初战失利 这时候呢 驻守白骨庄的这个少林十三武增 就是我们少林寺啊 武增呢 因不满王仁泽侵占少林寺的封地 说来说去啊 这是一个由私心变公心的事 本来就是你们来占了我 这个少林寺的这块封地 所以率众呢 以拒为师 那么这十三棍增呢 就不认这王仁泽啊 就是率众呢 就就偷偷了 夜间呢 就攻入了正兵打赢 升寝了王仁泽 然后就陷于李世民 为秦王统一的全国立下了这个 汉马功劳 你知道这个棍啊 棍晚上还有一个好处 你知道他夜间进去的时候 第一 金属器非常容易被发现 重 出声响 反光 而木制的兵器啊 它操控起来 比较容易 在夜间的时候呢 不反光 它比较轻 拿着时候 尤其偷袭的时候 轻兵器会粘便宜 那正兵的这个大营里的这些兵 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可见武增的平时的功力非常 我们看看今天少林寺 还经常是这些武增 拿着棍子就出来了 这棍子有什么好处呢 它平时不具杀器 这八般兵器里棍棒是分开的 一般的分法是这么分 齐眉的叫齐眉棍 齐凶的为棒 棒比棍短 理论上是这样 棒呢 有时候会有附加物 比如大家比较熟的 什么棒呢 狼牙棒 上头附有狼牙 狼牙棒 狼牙棒呢 在击打的时候就类似于锤 但是它上面还有牙状的凸起 那打起来就是皮开肉绽 这个棒和棍之间呢 还有一个区别 你仔细想啊 棒呢 一般是握一头 它跟锤一样 握一个头 用另一头击打 对吧 而棍呢 就变化多端 使棍呢 非常的难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拿中间这一段 也可以临时的 加长 拿到另一端 只要你能够拿得住 你能够使用它 依然有杀伤力 它可以捅 棒子一般短了以后就不捅了 就是就是打 它能够扫 横扫一大片嘛 但是棍和棒一般都不砸 什么叫砸呢 就由上浪下来 尽管我们今天武术中可以看到这个动作 但是在实战中一般不用砸 为什么 因为棍棒一般都是木制的 如果过力的砸 它会折断 折断对你就不利 我们小时候啊 看这水浒传 这武松呢 喝了十八碗 米酒啊 记住了 一定是米酒 这么大的海碗米酒 要是这个 它都帮别的 是咱这啤酒都够得一呛 拎着这哨棒就 叫过山啊 遇到了这个 吊精白鹅大虫 一棍子打在树上了 棍子就两截了 所以这个 棍棒啊 在兵器中呢 是最容易 在格斗中 这个舌断的啊 比如我们的这种 金属兵器 它都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 比如我记得 我前些年啊 在一个人家里 这个很有意思 那人家里 有个假装的院子 它不是院子 是屋子房间啊 比较高 一个不算很大的 一个空间 那天晚上 请了很多人 结果他专门 把这少林的武僧 请来在那耍棍 当时啊 我多少有点怕 这个 这武僧啊 这个棍下没准 所以我就紧着 往鸡脚待着啊 他在这个屋子里 耍这个棍子 而就在有限的空间里 非常可怕 嗡嗡的带响 所有的外国人呢 我觉得外国人 有点无知者无畏 都站第一排 还在那儿看着欣赏 我说他要万一 有一点闪失 这棍子打过来 一下就让你治残 很小的一个空间 大概他能够 在那个斩斩通通 耍棍子的空间 我估计有个二三十平米 可见他们 这些武僧的功力 你离着那么近的距离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 这个武器的力量 棍棒耐风 发出哨音 那么棍呢 他跟棒啊 他都属于比较温和的兵器 既不动金属 又没有刃 平时呢 他可以作为工具 比如我们重庆地区是山城 一般的交通工具不好用 所以他有一个 随处可见的棒棒军 就是帮你挑点重物 所以这棒子随身可以带 比如我们武松 武松大户大家都知道 他有根绍棒 什么叫绍棒呢 绍棒是指这个 棍棒啊 尤其棍长一点 抡圆了的时候 他会呼呼带声 如绍一般 所以这个叫绍棒 过去啊 人出行的时候 经常带一个棍子 带一根绳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看我们的棒棒军 就是一个竹竿 是吧 一个比较粗的竹竿 带一捆绳子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古代的时候人出行不像我们今天 今天有行李车啊 有行李都带轱辣的 什么东西都装里的 拎着就走 那时候没有 带一个棍子 拿根绳东西一捆 拎着就走了 遇到紧急情况 这个棍和棒就可以 兼获兵器 当然这东西需要你啊 如果你作为兵器啊 你要掌握它需要锻炼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所以这个棍棒啊 它在所有的兵器中 是最温和的 那么很多兵器啊 这个在立兵器和盾兵器 盾兵器之间游走 这叫立顿兼修 它既有立兵器啊 可以见血的特点 又有盾兵器的击打的这个重力 那么立顿兼修 还有什么兵器 还有斧 斧这种兵器啊 正规矩 使用的不多 斧比较短啊 长斧是非常少见的 兵器中啊 使用斧 是英雄人物的下限 斧的形象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生活中常说 这人叫三班斧 对吧 三班斧呢 说起来还是马战斧 是长斧 相传为程耀金所用 据说这个 程耀金呢 这个在说唐的 这个这个故事 源于说唐的 这书中说 程耀金在这个梦中啊 遭遇了他的师父啊 学这个斧头的各种技法 斧头的技法非常复杂 一会我们会说啊 那么 学的正高兴的时候 被人叫醒了 就学了三招 所以叫三班斧 第一招是什么呢 拼脑袋 第二招呢 鬼剃牙 第三招呢 掏耳朵 我听着这事都跟斧 没什么关系啊 我小时候啊 就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三班斧 但究竟这三班斧 是怎么回事呢 不清楚 我什么时候清楚 这三班斧 我有一天恍然大悟 这一年呢 大概是1972年 1972年 我17岁 我到北京的秘云 水库 水库很有意思 水库啊 它山上有很多林业队 每个林业队里呢 就十几二十个人 大的有二十个人 小的就十几个人 七百个人 形成一个小份围 他们当时住在山里头呢 都没有家属 每个月有一回回家的时间 我有表哥 就在那住着 我就找他去玩 夏天 夏天去玩的时候 就在那住 一住呢 住一下天 在山里头啊 摘三枣 打野兔啊 这个绿化队的人呢 都比我大不了 十岁八岁 我那时候十七岁 他们也就是二十多岁 都血气方刚 其中呢 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 绑大妖园啊 走道在风 另外有一个人呢 是做伙夫的 给大家做饭的 但他从小习武 两个人有一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语不和 就翻脸了 然后这 这个 这绑大妖园的呢 就冲进了 这个 火房 拎起那砍柴的斧 他就冲出来了 这火夫呢 就不屑他 因为他从小练武嘛 他心说 你哪一斧子 我就怕你了 然后呢 这个绑大妖园的人 冲出来的时候 抡圆了就是一斧 火夫 轻松的躲开 他就一个跟头 就在地上 然后他翻身起来 又是一斧 这火夫又一躲 又一个跟头 在地上 第三线翻起来的时候 又一斧 他又躲开了 三斧以后 这兄弟就在地上啊 躺在那 忽视忽视带喘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力量就彻底被卸掉了 我那天突然就明白 什么叫三斑斧 因为斧子比较重 一个人如果全身的力气都 集中于一斧 一旦失控啊 就是就是操纵 操纵有误 没有砍中东西 你砍中东西 你的力有反弹 你没有砍中东西 你的力气就全部卸出去了 三下以后 这人就剩的躺在地上 呼呼喘气了 然后那个火夫还拿脚 踢了他两下 说以后别打架啊 说没有能耐就别打架 那天啊 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三板斧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斧子啊 没那么好用 我们讲力顿兼修 实际上涉及到很多哲学问题 你比如你拿到兵器 是力气好 还是顿气好 还是力顿兼修好 关键在于你使用的一个方法 和你的能力